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6月10日发布消息称 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教授安庚团队 利用干细胞加3D打印技术 有效修复缺损的兔阴晶海绵体 恢复其阴晶勃起和射精功能 并完成子带的生育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安庚介绍 阴晶是男性生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阴晶中的阴晶海绵体 是维持阴晶正常勃起和泌尿功能的先决条件 然而多种先天性发育异常 肿瘤或外伤等 会导致阴晶畸形或阴晶海绵体缺损 严重影响性功能和生殖功能 我们知道男性的这个 这个外生殖器的这个构建 最主要是两个是不是 就是我们整个支撑 持架座以后保持这个外形的阴晶海绵体 那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尿掉海绵体 是完成这个尿掉的修复的 但是最主要的生殖功能 还是要靠阴晶海绵体的这个支架的这个功能 它能完成博企射精等等这些功能 所以说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首先要恢复这个阴晶海绵体的体 制备在结构和力学上与天然海绵体匹配的生物材料 整个的实验的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第一呢就是我们首先呢会对整个的这个阴晶的体系 做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处理 首先要通过这些一些实验的技术来看 整个的这个海绵体的这个组织架构 它的这个缝隙的大小 以及它这个韧性 它的这个强度力学强度 做了这些参数之后 我们才能够再进行这个材料学的这个研发 根据材料学的这些这个研发的工作 然后呢尽可能去接近正常自然状态下 海绵体的这些我相关说的这些相关的参数 它达到了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用3D打印的方式 来完成整个支架的这个打印 随后研究人员将这个生物工程血管化 阴晶海绵体植入海绵体缺损的熊兔身上 并将经历损伤修复的熊兔和瓷兔混合 在4个月内连续分娩了小兔子 证实其恢复生理功能和生殖能力 完成了子代生育 现在所有的这个材料的这个优化的工作 包括这个动物的这个动物模型的构建工作 已经逐步这个重新恢复的开展 我估计可能最近这两年的时间就要完成 最近这两年 未来的两年的时间要完成这个 领长类猴子的这个损伤和修复 然后这个工作完成了之后 然后我们通过上轮里 可能要进行这个临床的转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